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突發 數十名美軍傷亡 拜登失言反擊 細思極恐 曝小粉紅原計畫控英國鋼琴師這個罪名 因鋼琴家事件 小粉紅發文求助 很害怕 幫幫我 中共大批戰機忽然出現 自投羅網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1月29日 星期一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突發 數十名美軍傷亡 拜登失言反擊 美軍駐约旦的坦夫基地28日遭到無人機襲擊 造成死傷 加劇區域緊張局勢 這座基地位於约旦 敘利亞和伊拉克交界處 戰略位置重要 約旦並未公開披露有關這座基地的資訊 外界對它所知甚少 約旦與伊拉克 以色列 巴勒斯坦人居住的約旦和西岸 沙特阿拉伯和敘利亞為零 美軍中央司令部在聲明證實 一架無人機28日攻擊約旦一個基地 造成3名美軍喪生 25人受傷 襲擊發生後 有至少34名美軍人員 因可能遭受創傷性腦損傷正接受觀察 部分傷者已經撤離 拜登將這起攻擊歸咎於伊朗支持的武裝團體 失言欲疑反擊 根據美聯社報導 這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蘭恐怖組織哈馬斯 在加薩交戰數月起來 首度傳出駐中東各地美軍在伊朗支持的武裝團體襲擊下陣亡 使得衝突風險升高 美國官員仍在致力針對事件 是哪一個團體所為進行最後確認 但已經評估那是伊朗支持的多個團體其中之一 拜登歸咎伊朗支持的團體發動這起攻擊 他在聲明中強調 毋庸置疑 我們將會以我們選擇的時間點和方式 對所有應負責任者追究責任 美聯社指出 駐約旦美軍通常有大約3000人 部署當地的美軍是打擊甚戰士國際聯盟的一部分 一個受到伊朗支持的武裝團體 名字叫伊拉克伊斯蘭抵抗組織 聲稱對此事件負責 這次事件在美國國內引起輿論嘩然 包括前總統川普 以及參眾兩院的少數黨領袖在內 許多跨黨派政治人物都對喪生的士兵表示哀悼 並要求政府做出更強硬的回應 美國和以往之間的衝突可能再度升級 細思極恐 曝小粉紅原計畫控英國鋼琴師這個罪名 電子雜誌大參考主編李洪寬在《新唐人精英論壇》節目中表示 這個咆哮哥是東北人 東北大連外國語學院畢業 他一直是在那大吼 Don't toucher 就是非理了 反覆強調 先聲奪人 形成一個輿論的控制 警察往往就把這個人先抓起來再說 當刑事犯處理 這個是很危險的 這就叫先聲奪人 就是流氓玩法 李洪寬說 第一個出現的這個女的 跑腿的 帶著紅微博的這個姓劉女留學生 在自己的Instagram上做了一個視頻 全是律師教她的話 說的全是法律上言絲合縫的話 一口咬定英國鋼琴師不懷好意 從一開始就誘惑我們來跳舞 騷擾我們 誘惑我們 暗示我們 摸我們 就是朝著侵犯案的方向在說 用律師教她的那個數據在講 當然這段視頻她已經刪掉了 但有人已經保存下來了 我看過這個視頻 非常惡毒 如果說中共有充足的資金和強大的意志 要在這個世上把鋼琴師搞得聲帶名列 或者說把她拖入一場非常骯髒的污名化的官司當中去 這絕對能做到的 他們已經做了證詞了 所以這個現象是細思極恐的 中共大批戰機忽然出現 自投羅網 根據台灣軍方同報 1月24日 中共各式戰機15架次出現在台海上空 其中一架逾越台海中線 另有三架次進入台灣西南空域 中共還先後放出高空氣球4枚 1月25日 中共各式戰機8架次出現在台海上空 另有兩架次進入台灣西南空域 中共先後放出高空氣球4枚 1月26日 中共蘇三林 運8及無人機等各型主輔戰機 即23架次出海活動 其中13架次於越海峽中線及其延伸線 台灣大選已經過去一個多星期 中共大批戰機此時忽然出現 被認為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與中共外交部長王毅1月26日至27日在泰國會面有關 台灣問題是雙方無法迴避的話題 中共提前擺出了某種強硬姿態 軍事評論員沈周分析 在美軍面前 中共類似的政治演練缺乏實戰意義 台灣海峽長約370公里 最窄處約126公里 北口寬約200公里 南口最寬約410公里 平均寬度約180公里 沈周指出 中共戰機只要接近台灣海峽中線 距離台灣可能就不超過100公里 就進入了台灣防空導彈射程之內 中共戰機若在實戰中按照類似的路線出動 等於自投羅網 台灣應有5個防空旅 16個防空營 50多個防空連 裝備了美國的愛國者二型導彈 已再升級 最新採購了愛國者三型導彈300枚 部署後總計愛國者導彈可達650枚 愛國者導彈在烏克蘭戰場令俄軍戰機吃了苦頭 台灣自行開發的天宮二型導彈射程200公里 速度超過4馬赫 主要針對敵方飛機 天宮三型導彈射程超過200公里 速度至少7馬赫 也可用於導彈攔截 早期的天宮一型導彈射程100公里 類似於美國的標準二型導彈 台灣的各式防空導彈 據稱多達6000枚 中共戰機若要躲避台灣的防空導彈 就不能大批在台灣海峽正面出擊 但在近日的演練中 中共戰機主要出現在台灣海峽上空 基本上是政治性表演 中共空軍因一直在關注俄乌戰場 不可能不知道最近的戰力 因鋼琴家事件 小粉紅發文求助 很害怕 幫幫我 英國鋼琴家網紅卡瓦娜 日前於聖潘克拉斯火車站表演時 遭到幾名手持五星旗的小粉紅鬧場 直播影片在網上瘋傳 一時躍升國際政治事件 而後她手持表框維尼畫像 維尼玩偶重返事發車站的影片 除了讓她流量賺得盆滿播滿 更禍邀上了各大電視節目 成為家喻戶曉的抗共代表 反觀幾位小粉紅的現況相當奇慘 當時那位圍著紅色圍巾 上前親切詢問 是否能刪除設計鏡頭的女子 個人Instagram遭肉搜而出 近幾天 除收到數以千計來自各國網友的留言謾罵 甚至自述非常害怕 不敢跨出家門的討拍文 還引來自家中國人粉刺則罵 紅衛巾女子日前發布一則現實動態 稱自己和家人收到上千則霸凌威脅人身安全的訊息 因此 已好幾天未曾踏出家門 另一則限動則顯示 當前她的日用品全由男友代為購買 小粉紅指 自己承受了龐大的心理壓力 並稱當時僅是以尊重的態度詢問是否能刪除影片 且相信平常的她也是個有禮貌親切的人 不知為何世界在一席間驟然轉變 最後再次強調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受創 然而 轉載這則現動的各大論壇網友仍舊不留情面 稱她試圖扮演被害者 流的是惡魚的眼淚 甚至有自家中國人批她把國人的臉丟盡了 我特意翻牆出來罵你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謠言又起2024喜有大麻煩 川普判賠8330萬美元 驚爆 法官與女作家律師關係利益衝突 多國宣布暫停資助聯合國近東救濟處 哈馬斯急了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感謝阿波羅網